与王祖兰相恋多年 向来以乖乖女形象识人的香港艺人李亚男 且八日终于突破底线 以性感形象现身鞋子品牌代言活动 可是这所谓的性感是不是也太小区了一点呀 只露出相当品质的一条事业线谷说 居然还在如此炎热的天气里 神奇地穿起了长袖 风头完全被一旁裸背上阵的高海宁抢了个光 尽管如此 李亚男却对自己的造型是相当满意 更透露自己的一举一动 全都经过男友王祖兰过目 其实我平时出风险我都给他拍一些照片 让他看一看那样子 然后他其实蛮欣赏我每一次的选择 就非常的尊重我的选择 因为他知道最重要的就是要漂亮嘛 所以不会介意性感 这李亚男你秀恩爱的同时 还真是把王祖兰的品味都拉低了呢 而性感女生高海宁 虽然完胜李亚男却也透露自己 绝不会为性感而裸露 坚决不愿友谊是人 而对最近圈内艺人频频在拍戏时出意外 高海宁也做足心理准备 还有其他好像我不是太会游泳 所以我就会很怕要拍一些跳下海啊 什么的那些剧情 所以就尽量跟剧组沟通清楚 然后他们知道我自己到底 最可以接受的程度是到底 对此小编也不得不说一句 于小心时的万年传 为初位而搏命完惊险 可不是人人都承受的期待 对此小编也不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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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担心了 对此小编也不得了